大家好 早兩天在同仁寶 買了磅涼花生 因為是新鮮的 新鮮拿出來買 買一磅回來吃 但很貴 不知道你們所在的城市 能否買新鮮花生 真的很貴 你知道多少錢磅 我們夏威夷買到 6.99元一磅 很貴 我想就這樣煲熟的吃 花生很漂亮 我很喜歡吃煲熟的花生 或者可以用來炆菜也很好 買回來就要洗澡 因為它還有泥 有些放在這裡 就是這樣 一抽 拿起來 花生一抽 之後呢 你就要一個一個 這樣折出來 折出來 折出來就賣了 那些人 所以買回來就要洗淨 你煲熟 用手折出來吃 就OK 但是有些人呢 就直接放在嘴裡咬 那你真的要洗乾淨它 看一看 看一看都好 黃色的水 是不是 那些是泥 所以要洗淨 才能夠煲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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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陣子的物價真的 用得很厲害 我洗到幾次 用那麼多 應該都乾淨的了 然後撈起它 然後就放進鍋裡煲 煲熟 我記得花生呢 好像有兩季的 是啊 兩季花生 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季 我記得我以前在鄉下的時候 有兩季花生 兩季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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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花生 一季花生 然後呢 到割和的時候 就是 綠熱 我也是說農力的 綠熱 那季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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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巧 之后 又種了 第二季花生 秋季 秋季 十月 十月 又有收成 也就是兩季 以前小時候 一邊 那季花生 那季花生 一邊在這裡吃 其實生的花生 都吃得 就這樣吃的 生花生 被老爸媽媽看到就會罵 石瓜之石不做事 就是這樣 小時候 小時候 花生 那些漂亮的 粒粒的飽滿 那些花生 就為之漂亮 用來賣 或者用來切油 切花生油自己拿來吃 那些花生味 怎樣為之是花生味 不是很漂亮的那種花生 不如現在粒粒的漂亮 因為我自己選擇 買的時候有得選 當然選粒粒漂亮 對不對 這粒不太漂亮了 即是 有小粒 有時只有一粒 一粒肉在裡面 就是花生味 很小粒 很瘦的那種 花生味 我們就用來自己 煲來吃 煲的時候 放些鹽 八角 甘草 這樣放 如果你煲得多的話 這樣 曬乾它 用一個小瓶 裝置它 這樣 又可以做零食 不錯 新的買回來 都可以吃 都很爽脆 OK 現在拿去煲 OK 我們拿個煲過來 倒進去 然後要放些水 水 剛剛到的花生 都可以了 不用太多水 然後我就放那些 八角 甘草 香葉 放進去一起煲 這樣就比較香 有些味道 再放一點鹽 放一根鹽 因為不是很多 OK 我們拿過爐頭 煲 應該都入小味了吧 先吃一下 拿一顆七七 先 嘩 好美 可以入味了 很香 很香 先放進去 不同色 煲熟 那顆肉的顏色 都變了 嗯 嗯 真的 又鹹又甜 啊 那些花生 這麼過癮 剛剛煲熟 拿起來 撕開它 拿去吃又不怕 辣嘴這麼有趣 嗯 就是這樣煲 不放這些 不放 香草 八角之類的東西 就這樣煲 半個小時 煲半個小時 已經淋了 好美 我又想它 那些 八角甘草 那些味道 呢 讓它吸收一點 那我就 收個曬火 最小的火 最 煲到 20分鐘 如果你就這樣煲來吃呢 大火煲半個小時 什麼都得了 淋了 好美 沒試過煲花生 吃的朋友 不妨試一下 真的不同 那些 焗花生 臭花生 煲 那些味道不同 OK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關注 Aloha Emma 如果你們喜歡這影片 請按讚和訂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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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吃 四顆 那些是三顆買在裏面 三顆吃 很清甜 三顆吃 三顆米 裡面比較多 有些是四顆米 不知道這顆會不會有四顆米 四顆米很少 看看這個 這個 有四顆米 這個有四顆米 有四顆米 如果你去 雞屎米 它給你選擇的話 你最好選擇 那些 硬身一點的 實淨的 這樣 粒粒飽滿的 這樣就漂亮了 那些肉呢 就粒粒得這麼飽 這麼實淨 是的 感谢观看